真言第31章 丽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义木伊勒啊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 农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 绿粒颠倒一切困苦人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 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你当哑巴 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伸冤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才得的妇人 谁能得着 她的价值 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意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 远粮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摘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绑臂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终叶不灭 她的手拿碾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继困苦人 伸手帮扑穷乏人 她不应下雪为家里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的树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着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服出卖 又将腰带卖给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 她开口发智慧 她舍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 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财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和华的妇女 财德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